女駕駛在路上執行 隔壁車道白色兵力打左轉燈切進來 兵力跟轎車擦撞 駕駛車門卡住 沒辦法下車 只能從副駕駛坐下來 那時候還不知道是兵力就對了 我不知道兵力 我不管你什麼力 我管的是我的行事力 我的行事要給我孫 轎車車主說 事發當時被車禍嚇一跳 不清楚對方開什麼車 直到把事故照片 傳到自家LINE群組 兒子才說撞上來的是一棟豪宅 我的兒子靠我 說媽媽 撞到你的車是一台一千多萬 一棟房子在路上跑的 操縱車禍就在台中台灣大道上 8號下午2點多 60歲謝姓女駕駛 開車要去月子中心幫人交客 途中被53歲古姓女子開兵力撞上 雙方車上都沒有三角錐 兵力車上男乘客 下來幫忙指揮交通 因為那天車禍也很多 我也沒辦法開快 警方說雙方駕駛都沒酒駕 出判是兵力變換車道補償 兩位女駕駛跟乘客人都沒受傷 轎車是右前車頭毀損 兵力則是左後車身有刮傷 雙門系列一台至少上千萬 最了解雙方都有保險 不用擔心 巨額維修費 TVBS新聞 呂正成 黃國軍 許有翔 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